台灣的地名 今天我們要談的題目是台灣的地名 這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關於地名我們地理學者常說 它叫做歷史的化石 化石兩個字我們可以了解 通常從化石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 動植物到底是哪一個種類 化石形成的年代 化石形成當時的地質環境 氣候環境等等 當我們來看地名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地名的語音文字意義 來了解地名發生的歷史 還有地名所產生的地理環境 人文環境等等 所以我們稱之為歷史的化石 那現在我們來看台灣地名的幾個特性 台灣地名的第一個特性呢 我們先說它叫地名的三要素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一個地名 它包含三個要素 一個叫做語音 語音是跟給這個地名命名的族群有關係 第二個叫做意義 通常這個意義 通常這個意義牽涉到地名的地理環境 地名的自然環境等等 第三個要素是文字 當我們需要記載一個地名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什麼樣的文字來記載 所以我們稱這三個要素叫地名的三要素 再來呢是講到地名的結構 通常地名的結構我們可以分成兩種 我們把一個地名拆開的話呢 可以分成兩種 一個叫通詞 一個叫專詞 通詞就是地理環境非常類似的地方 都可以用到這個文字來表達 這個叫通詞 專詞呢指的就是該地專有的名稱 我們猜幾個地名來看 什麼叫專詞 什麼叫通詞 我先說幾個非常類似的地名 請大家分辨 三張禮 四張禮 五張禮 這幾個地名呢 張禮兩個字叫做通詞 三 四 五 就是專詞 張禮的意思呢 就是在托騰初期 這一片土地需要幾張禮來耕田 通常一張禮大約等於五甲 三張禮就是十五甲 四張禮就是二十甲 五張禮就是二十五甲 所以在台灣有很多地方都用張禮做地名 因此張禮叫做通詞 而該地 而該地 土地面積的大小 是專子該地所有的 所以叫做專詞 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合肯來開肯 地名叫做股 一樣前面也會用到數字 比如說五股 七股 八股 這個股字就是通詞 前面的數字就是專詞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的地名大概可以拆成 專詞跟通詞的兩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地名的由來 地名是怎樣發生的呢 它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叫自由法則 就是自然發生的意思 除非它有特定的目的 或者是政治性的目的 或者為了特定的人事 否則的話 所有的地名都是自然發生的 第二個是多數採方言 所以我前面講到 這個地名是跟族群有關係的 台灣地名的命名 是有優先順序的 最常見的是地形 那我們舉幾個例子 給大家參考 例如湖 倫 坑 溪 周 溝 等等 接下來我們來看台灣的地名 大致可以分成哪幾類 第一類我們稱為地緣類 就是當初來台灣拓啃的先民 他們的聚落直接就把大陸原鄉的地名 帶到這裡 這個叫做地緣類 舉幾個例子 像海峰 潮州 慧安 南靜 海城 永定 等等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我們認為血緣類 因為開墾初期自然並不好 所以大陸的先民來到台灣以後 通常會整個家族的人住在一起 這一類的聚落 多以姓氏命名 例如米南人的河錯 周錯 客家人就稱為烏 烏相送烏 第三類我們稱為拓啃類 這一類底下還可以分成幾個小類 比如說以拓啃面積來講 有我們前面說過的張黎 或者是甲 例如一百甲 二百甲 五百甲等等 第二個 以拓啃的制度來看 凡罐有銀盤 王田 官田 等等 都屬於這一類 它以灌蓋設施來看呢 有皮 鎮 剪頭 水便 等等 第四類稱為政治軍事類 因為台灣歷經了荷蘭人 西班牙人 日本人的統治 所以呢 他們也留下了不同的地名 第五類稱為人物類 這個跟啃首有關 舉兩個例子 像蘇澳 啃首是蘇宿偉 像吳泉城 啃首是吳泉 等 第六類稱為地貌類 這一類最多 我們前面說過的幾個地形 在這裡解釋一下 像輪 就是小秋的意思 在台灣 濁水溪是西沙量最大的河川 而在歷史中 它沉積了很多的沙丘 就在河的南北兩岸 所以地名上稱為輪 最少了三十幾個 這些輪都成為聚落所在的地方 因為濁水溪氾濫的時候 會淹沒房產 所以些民都住在這些小沙丘的上面 又如旗是陡坡的意思 像赤土旗 第七類是位置類 也就是方位的意思 在地名會冠上 東西南北中 前後左右等等 第八類是氣候類 例如風貴 橫春 風港 第九類是動植物類 這一類的地名也非常多 例如嘉冬 又像茄冬 還有鳥松 甘仔 龍眼 林頭 康郎等等 第十類是經濟類 也就是產業活動的意思 例如打鐵 油車 民粉 壓母療 陸廠等等 以上是關於台灣地名的第一個單元 下一個單元我們要談的是台灣地名的演變 至少已經姑娘 關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